好来那这一题就一样类似的题目 是111年土木祭司的这个提醒 111年土木祭司的提醒 好那很类似我们就简单快速的带过 我们快速的带过一些重点 就跟同学来说明 第一个他有跟你讲有效的板宽 在这里的用词有点比较特别 我们一般会讲的是有效益宽 但没关系题目都不要给你画了 你就是75 还要不要再做减合 不用因为他已经跟你讲怎样 有效了对不对 他已经跟你讲了 那他一样双层排列 然后跟你讲有效深度D 一个跟你讲有效深度D 一个跟你讲最外层 一个跟你讲最外层DT 或者你要写D1也可以 D1也可以 最外面那一层也可以 但人家写DT了 我们就跟着他写DT 好吧 我们就跟着他写DT 好那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跟我们一样讲的观念一样 我们说一个如果是在最外层 如果一个在DT 所以这个就叫做D 这个叫做DT 这个定义上要稍微知道一下 一个是最外层一个是在正中间的 这种重心处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FC.280 这一体不用特别变什么BETA1的参数 那FY.4200 这个完全没有要变到硬变 这一体即时算是考得非常的宅心人厚 没有特别要变什么东西 那一样叫你求这个 这个拉力面积 来去计算他的一个 容许最大的这个钢筋面积 容许钢筋最大面积 好同学啊这一体啊 因为他可以放到两排 你知道 他可以放到两排 所以会不会像我们刚刚前一题 之前讲过的 他要用到什么 兼具排列啊什么的 也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也没有跟你讲 第一个他也没有跟你讲那个什么 最大骨材力竞 他也没跟你讲到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跟你讲什么考虑裂缝啊 什么三分之二FY 那个也没有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一体啊 就不用考虑那个 就最大最小钢筋量 直接算出来 好给他塞进去就对了 因为题目要的是最大 所以你就算最大钢筋量 好来来去做计算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的计算 好以这个 这个40100的规范 最大钢筋量 40100最大钢筋量是什么 是这个用7分之3D去做计算的 7分之3D 或者你写说X 你可以用7分之3D来做计算 算出这个最大的钢筋量 如果是401112的这个规范呢 你就用所谓的8分之3D 来去做他的最大钢筋量的计算 好不好 来去做最大钢筋量的计算 就是差别 好 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用D来去做计算 我们很少用最外层钢筋 除了算φ值的部分 好 来 这个我们一样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压力面积的部分 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有跟同学提到 这个压面积的部分 压面积的部分 你可以去用这个A值的部分 去简单的来做计算 这个A值的部分 因为这个A值的部分 如果算出来大于10公分 这个也可以判断出 它是提醒断面 好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跟同学说的 判断提醒断面 其实有很多种计算方式 我们前一题是用AC 就是所谓的这个压力区的这个面积 这一题是用所谓的 最大钢筋量对应的这个C值 去做讨论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很多种方式 按选择你习惯的那一套就好了 你选择习惯的那一套 好 来 那这个计算完呢 你判断出要大于10公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局部梯形 局部梯形跟简一体一样 那一样 它拆成的部分 它拆成AC1以及AC2 按照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AC1跟AC2 你就知道它应该是切 切所谓的切中间 对不对 切肩膀 那1的部分就是翼板的两侧 这个叫做1 好来 那中间的这个副板的部分 中间这个副板的部分 我们就叫做2 中间副板这个部分 我们就叫做2 所以如果这一题没有图 你要想要补图的话 你可以补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1跟2的这个图 好 然后你会分别算出来 CC1跟CC2 因为跟刚刚很类似 我们这边就快速的带过 好 那你会算出来的钢筋量 是用最大钢筋量去配置 你会用最大钢筋量去配置 好 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好 好 来我们这边算出来的这个值 就让同学自行参阅了 那有的同学会说 最大钢筋量对应的这个值 我用这个压力怎么算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你事先决定中性轴深度 或者是7分之3D或8分之3D这件事情 来去做推导 来 那我们继续去看到 这个算出来的弯矩强度 一样 这里一样我们讲的 这个不管是1号还是2号 我们抓的都是D减2分之什么东西 D减2分之H 或是D减2分之A 我们的概念大概就是去拿这个固定的算法 来去做计算 好来 接着 因为这个401100 他是用0.004去做计算 最大钢筋量 所以他会遇到一个过渡断面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一样会有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以拿这个内差的结果 来去做计算 不管你要现场推还是记起来 甚至你要用的是这个整理过后的 0.483加83.3 这个公式也OK 好不好 就看同学的习惯 你的FI值 你习惯用哪一种方式纠结 或是你要带这个也OK 但记得 这条公式只能用在4200 这条公式只能用在4200 好来 那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就等于这个 那这边就怪数的带过 又跟前一题非常类似 好 接下来我们来跟同学来看到 这个401112的部分 那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跟同学讲了 401112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在于它从3 3D 变成3 3D 从3 3D 变成3 3D 那你从3 3D 你的这个有下深度 对不起不是有下深度 好这里是算C 那我们后面会算一个A A子的部分会变大 那A子的部分变大 你的CC1、CC2的计算结果就会不太一样 算出来结果也会不太一样 那我这部分给同学做参考了 好那算出来的弯矩也会不同 好这边有特别提醒到 我们刚刚也有跟同学强调 这边再强调一次 你在算这个应变的值的时候 对不起 拉力控制界限的值的时候 我们的公式是0.003 加上它的降幅应变 如果在4200的情况之下 就会等于0.005 如果在5600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有算给同学看 它是0.005多 就不会是刚好0.005 4.00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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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